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3号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我首先要跟大家谈到呢 就是默克尔正式呢就是退役了 也就是默克尔统治整个德国以及他控制欧洲 达到16年之久 也就是默克尔正式的退出政坛 那么默克尔退出政坛以后 德国会是一个什么走向 欧盟会是一个什么走向 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部分呢 我要跟大家谈到的 那么除了默克尔问题呢 还会跟大家谈到呢 川普呢他最近呢有这么一个发言 就是针对北京冬奥会之后 那么中共有没有可能在台湾呢 挑起了军事战火 以及呢日本前首相安倍呢 对中共呢提出了警告 那么这方方面面的问题呢比较多 那么今天呢我一个一个跟大家谈 在谈今天节目之前呢 首先要对呢好多个网友呢 对我的鼓励和支持呢表示一个感谢 尤其呢有不少观众呢 他们呢通过打赏的方式呢 给我很多支持 那么呢我其中有一个叫刘葛怡的老乡呢 他不止一次呢 给我呢打款支持 我非常感激这个老乡 他这个名字呢 我还弄不清楚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不止一次支持我 我呢首先是表示感谢 那么呢同时呢是告诉大家 无论是受到什么样的打压 我这个节目不会停 每天播出一集 只要呢我一天在战斗 我一天就不会停止 好不耽误大家时间还是跟大家谈 我今天要说的话题 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多 那么首先要告诉大家 摩克尔呢正式在德国举行了他的告别仪式 那么他在政坛上的告别呢 摩克尔呢在一年前就传说 他要告别要告别 也多次呢就是让美人们感觉到 好像马上就要谢幕了 到了这一次呢 他这个看守政府的这个职能呢 正式结束 也就是现在呢算是正式告别了 在礼拜四的晚上呢 德国为他举行了一个军乐团的告别仪式 那么这个军乐团告别仪式 在德国呢是最高的一个礼仪 我们看到了 那里面曾经历过的 那里面后患和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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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 做中心一套 尤其是在这一年 2008和很多人的人 2015有此之处 和很多人的封疏尊重愿 和尤其误尺 地面上的这一年 在乎越来自伤之中的关系 和区称的关系 和多多亏 的关系 和多亏 的关系 和多亏 这一年 我设计划 她才懂得我很аноHappy 啊 now I Evet 呃 sunshine 泡 而 你的 那 谢谢大家 摩克尔他本人在欧洲统治了16年 德国统治了16年等于在欧盟影响了16年 那么摩克尔这16年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呢 很多人对摩克尔呢有很多好评 我对摩克尔是没有一句好评的 可以讲摩克尔他执政的16年 他给这个全世界带来的这个祸害 我觉得不比希特勒少 他甚至超过希特勒 因为希特勒当年只是一个野蛮的进攻 也就是对欧洲各个国家里面挑起军事战端 同时呢大量的屠杀犹太人 这是希特勒的罪恶 而摩克尔什么 摩克尔和希特勒不一样 摩克尔是打着民主的旗号 打着和平友好的旗号 那这个欺骗性就很大了 因为希特勒就是要保留他自己这个优秀的人种 他认为他日耳曼人种是最优秀的 他只要保留他日耳曼的人种 他要消灭别的国家 他要统一欧洲 就是希特勒他是吃啰啰的表达他自己侵略别的国家 和消灭其他种族和民族他自己的面目 也就是他直接告诉你我要干什么 而摩克尔不一样 摩克尔告诉你他是要推进人类和平啊 他是要给人类制造民主啊 他是要给你带来一个全世界欢乐的大家庭啊 但是在打着那么美丽的旗号下摩克尔做了什么呢 摩克尔在他执政的这16年里面 他主要推行的大量的什么 大量都是祸害世界祸害欧洲 尤其是跟中共的勾兑 把中共的共产主义的思潮在欧洲重新兴起 让整个欧洲的政策跟中共结合 让中共对全世界倾存 以及对全世界强悍的这种思维和中共对全球霸权的这种行为 在摩克尔领导之下欧盟可以吗欧盟可以得到最大的盛行 至于摩克尔在欧洲推行的很多政策都完全是失败的嘛 你看他要淘汰核能 大家都知道核能是非常好的一个能源 只要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安全能够完全用于民用开发的话 实际上他是给人类能带来巨大的光明 带来巨大的能源动力的 但是呢摩克尔是要求淘汰核能的 可能这个问题呢是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那么摩克尔作为欧盟的领导人作为德国的总理 他要淘汰核能这是他政治人物的选择 我们也无可厚非 但是他接受了大量的穆斯林的移民在欧洲 尤其是这些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在欧洲各个民主国家里面以后 改变了这个国家里面原来的人口原来民族的很多宗教习惯 很多宗教信仰以及对这些传统国家里面造成的各种社会制度的破坏 那么摩克尔作为罪魁祸首 他给欧洲人民是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的 也就是我就不一一去气数摩克尔执政过程中 在欧洲因为他大量的引进各种移民 给欧洲带来的巨大的伤害 以及发生的各种重大事故 各种重大灾难 这个我就不一一去列举了 也就是说摩克尔的这个政策肯定是失败的 给原来传统的欧洲带来了巨大的戕害 那么在跟中共合作方面 他最主要是什么 他最早的引进了华为 引进了中共这个数字化 对整个欧洲的这个影响 也就是华为能够在欧洲能够功成八载 在那么多国家建立华为的体系 都跟摩克尔他自己推行的这个对华政策有关 所以说当华为在欧洲已经完全形成了 他绝对的这个领先的5G优势的时候 这时候是因为川普总统反对中共的华为 反对华为用他自己的技术去渗透全世界 在美国极力的反对下 最终欧洲有些国家选择什么 选择跟华为割席 也就是说很多国家呢不再听从莫克尔的 但是莫克尔知道他卸任的前一刻 他都没有忘记帮助中共在整个欧洲去推行华为策略 也就是华为引进欧洲 莫克尔他是开门引进这个狼里面的最主要的柜子手 所以说今天中共在欧洲的各种势力 华为在欧洲的各种势力都跟莫克尔引狼入室 是绝对分不开的 尤其是欧洲大家可以看到欧洲现在极端的这个左华领导人 也就是欧洲基本上所有的民主国家 他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左派领导人 这些左派的领导人 他们的政治主张跟莫克尔长期在欧洲推行的 这个两大左派策略有绝对的关系 左派的两大策略这不光是欧洲 美国拜登和美国民主党是主要的推手 那么因为民主党和欧洲有共同的这种价值观 所以说呢在于气候问题和在疫情对人民控制方面 他们现在是不谋而合的 所以说现在欧洲也好美国也好 现在不断的利用气候政策和疫情政策呢 对人民呢进行控制 然后呢最终就是消毒人民的自由 他们打着这个改善气候的这个旗号 实际上什么 以环保啦以气候啦 以这些政治口号政治正确 为他们自己的主要宗旨 客观上来讲就是限制人民的自由 限制人民的传统生活 也就是对人们的生活工作进行了极大的干预 这是气候问题 那么疫情就更不用讲了 可以讲中共这个武汉病毒啊 你乍一看是中共通过病毒去枪害全世界的 就是这个病毒所到之地 对各个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这个人员伤害 这是中共主要是罪魁祸首 但是呢欧洲也好 美国的白左也好 他们并不认为这个病毒给他们带来仅仅是灾难 灾难这部分他们承认的 但是除了灾难之外 他们还带来了惊喜 为什么 可以利用疫情 他们就供给人们的自由了啊 所以说现在全世界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各个国家里面的这些左派领导人 他们都强调着疫情以疫情为主要的借口 最终就是限制他们本国人民的自由 控制人民的工作生活学习 也就是提出无话八文的政策 要求什么 要求所有的人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强制接种 这种强制接种已经达到了没几个月就要来一次 而且你不接种你就什么都不能干 你不可以去参观 你不可以去听音乐会 你不可以参加运动会 你任何参加的社交活动都要停止 也就是说他们利用这个疫情实际上就是舒服人民的自由 然后达到左派能够控制社会控制人民的这个目的嘛 所以说这就是默克尔在他自己执政这么多年 他迎合中共 配合中共 包括中共去戕害世界中共推出病毒以后 默克尔都跟中共能够有合作有勾兑 利用这个病毒最终是什么 最终是舒服了欧洲人民的自由 所以说默克尔可以讲是一个罪心累累的人 他今天的谢莫并不代表他这个左派政策在欧洲就已经结束了 很可能什么 很可能默克尔他产生的这个余毒啊 还会多年的去影响着欧洲 当然了 默克尔这次离任以后 德国新上任的领导人 我们已经看到有几个跟默克尔过去的政治政策完全不同的 我就看到一个德国年轻的外长叫贝尔伯克 这个人只有40岁 是一个年轻的政治新秀 他明确就说不排除全面抵制中国的冬奥会 这个人从他之前的发言和他现在的发言来看 应当是排挤中共的 也就是说呢 他是否定默克尔侵华路线的一个外交新秀 那么至于他担任了外交部长以后 能否在政策上面打击中共 排挤中共在欧洲的势力 那么我们呢 要拭目以待 这是关于默克尔的问题 那么默克尔羡慕了 不代表这个世界就有太平了 因为中共就不断地要在台海去挑起各种战端的 也就是中共大量的军机绕台 现在已经到了什么 到了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现在都对中共这种虎视眈眈 要对台湾进行军事进攻的这种态势呢 对他们呢 要严加的遏制 川普总统最近就有这么一个发言 他是预言在冬奥会之后呢 很可能什么 台湾会受到中共的武力挑衅 也就是川普他根据他自己掌握的各种情报 以及他个人的政治分析 他认为中共在冬奥会之后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武力挑战 它是完全存在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共现在呢 要把这个冬奥会安安稳稳地开完 开完以后呢 到习近平二十大接任呢 还有好几个月时间 习近平能否接任都在于什么 习近平在党内是否完全巩固了他自己的地位 如果他的政治地位受到不断的挑战 对他的连任现在受到很大的影响 他在自己无法确保自己肯定能连任的情况下 那么他挑起台海战事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说你不要认为这是川普随便在乱讲 你就看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为什么最近发表了专门对习近平喊话的这种内容 也就是安倍晋三在12月1号 他就专门公开发表了演讲 在这个演讲中 他直接喊话习近平 告诉习近平武力犯台对日本是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的 而台湾如果一旦有失就等于日本有失 就等于日美军事同盟有失 所以说请习近平不要误判 安倍不止一次告诉习近平你不要误判 如果你贸然采取各种军事冒险行动 就等于走自杀的道路 也就是日本安倍首相也好 美国总统川普也好 他们本人对习近平有可能在台海挑起战时 他们都有自己清晰的判断 也就是习近平他各种动作现在日美都看得到 那么安倍的这个讲话也好 川普的讲话也好 都是明确的告诉我们 就是中共他现在对台湾这种军事武力的威胁 他很可能吗 很可能升级 那么这种升级呢 川普判断是肯定在冬奥会之后 因为冬奥会之前呢 全球跟中共呢 现在都存在着这么一个角拙 那什么样的角拙呢 那么大家就知道 肯定是通过彭帅这件事情 现在呢 都让全世界掀起一个什么 对中国冬奥会的抵制 因为彭帅专门发布了微博 也就是指称中共最高领导人前政治局常委 正国际官员副总理张高丽对他长达十年的性情 在这件事之后 那么中国政府一直是装聋作哑 而找出了国际奥务会主席巴赫来为中共站台 不断的告知公众说是彭帅是安全的 那么越是奥务会主席巴赫为中共站台 越是中共否认这个性情的事情 越是中共现在高调的要去宣传彭帅 越让人们担心彭帅的安全 而担心彭帅的安全 以WTI为首就是女子网球协会为首 首先就挑战了中共 挑战中共之后 现在就是什么 有大量的国际组织 以及各种网球明星 他们都呼吁要抵制中国冬奥会 那么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现在已经宣布要抵制中国冬奥会 那么除了政治抵制之外 所谓政治抵制就是没有任何官员 到达这个冬奥会来参加 那么很可能有的国家是全面抵制 也就是运动员也不来 如果是运动员不来的话 反正中国这个冬奥会就根本就开不下去了 中共是想把这个冬奥会能够苟眼残喘把它举行下去 因为毕竟这个冬奥会中共也举办了几年了 中共是想通过冬奥会来拉拢全世界 拉拢所有的政客跟他们之间来消除 因为武汉病毒的输出以后 导致的中国在全世界的一个狼狈的局面 但是彭赛的事情发生以后呢 现在中共它就不提张高丽性侵的事情 因为张高丽是党国的面子嘛 张高丽是党国最高领导人嘛 如果说是张高丽都受到处理 因为信心的问题都受到处理 那党国哪一个官员不要受到处理呢 但是呢张高丽这个事情如果撞弄作哑呢 也掩盖不下去 所以中共呢就变成曲线救国 所谓曲线救国就是我们昨天看到了 江西省篮球协会的主席叫戴亚利 突然这个网络上爆出了戴亚利 猥亵年轻的女子篮球运动员的事情呢 公安局对他进行了抓捕 也就是呢他猥亵了一个南昌市18岁以下的青少年女子篮球队的队员 然后这个队员报警以后呢 现在中共决定对他进行抓捕 并且呢就是取消了他篮球协会主席的身份 而且南昌市公安局对他进行搜查以后呢 从他的手机里面也好电脑里面也好 都找到了他有关其他女性猥亵和其他未成年女性的 一些这个不堪的一些黄色画面 也就是这个人呢他可以讲叫流氓成性 利用他担任江西省篮球协会主席的身份 利用他长期在江西省篮协担任大校领导的身份 不知道猥亵了多少女子运动员 也就是他这个对年轻十八岁以下的女子篮球运动员的猥亵 跟张高丽长达十年对彭帅的猥亵完全是同出一辙 也就是都是官员利用手上的职权 然后对运动员进行了性侵嘛 无非被张高丽性侵的那个女子运动员的名气更大嘛 是世界冠军嘛是网谈明星是彭帅嘛 而这个江西省的这个戴亚利这个篮球协会主席 他只要对那些年轻的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女运动员下手 他下手不是一个他下手了大量的 也就是警察已经从他的电脑和手机里面都收出了很多淫费图片 收出了他很多猥亵其他年轻女运动员的各种证据 那么为什么戴亚利抓呢 戴亚利究竟是个什么身份呢 戴亚利本人现在是江西省篮球协会主席 他这个人在江西是长期在体育界 他1970年就是江西第一批的篮球裁判啊 利用他担任篮球裁判最终的混到了江西省的篮协 在篮协里面长期担任副秘书长担任秘书长 然后最终呢升任到江西省篮球协会的主席 那么他把持江西篮球协会长达几十年四五十年啊 他现在已经六七十岁了 就是这么长时间的过程中 你觉得他这个猥亵的行为难道是今天刚发现的吗 难道是现在要打击吗 过去没有吗 过去这种事有的是啊 只是党国不查党国不想查 查哪一个他们经得起查呢 但是为什么这个事现在要查 也就是中共换一个方式来去化解张高丽性侵彭帅的事 他把这个戴亚利一抓呢 就告诉外界就说对于官员利用职权 他去猥亵或者是性侵女生的事 我们是查处的我们是抓捕的 那么这件事实际上也是给张高丽和他那个势力里面的人呢 对他们提一个信 就告诉他党国是可能动手的 现在先动一个省里面的一个篮球协会的主席 那会不会动到中央那再说 也就是这种呢他都有敲三正五之事 也就是中共通过这个方法呢 来转移人们的视线的嘛 因为中共现在急需要化解冬奥会之前 全球对中国能否举办冬奥会的压力 中共现在就特别怕全球国家呢 对中共进行抵制 尽管他们嘴巴上硬的狠 你看胡锡进也好 外交部也好都这么去说 就说你们抵制啥 我们也没邀请你们 我们不要请你们 你们根本就没来的资格 你们抵制啥 他们嘴巴上这样讲 但他们心里面特别怕 也就是彭赛的事情急剧在发酵 那么彭赛事情发酵的结果 就很可能影响什么 影响全球的民主国家 都来参加中国的冬奥会 因为现在所有的矛头都指向 中共第一个是高层官员 可以利用职权去性侵下属 包括世界冠军年轻的女子运动员 你们都可以性侵 第二个所有的运动员 他们根本没有为自己伸张正义的渠道 即使像彭赛这种世界冠军 他发了微博以后 他本人的安全现在都受到极大的威胁 那么虽然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不断的通过视频跟彭赛联系 而且不断的为中共站台告诉全球 说彭赛是安全的 说中国是民主的 那么中国这个国家 大家都知道是一党专制的独裁国家 在中国哪有民主 彭赛哪有丝毫的民主权利 但是为了证明他们有民主权利呢 中共呢就是恬不知耻 外交部的副部长乐宇成就在这两天 他在重要的一个外交论坛上面 发表他的讲话 他是用英文发表讲话 那个英文的水平差的不得了 不知道这样的水平怎么当外交部的副部长 他居然大言不惭地告诉全世界 说是中国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 我们这个国家是全过程民主 我们的民主是世界上的标杆 你们所谓的民主根本就没有中国的民主做得好 中国的民主已经做到中国所有的官员 中国的人大代表 中国的政协委员 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官员 我们这个是全过程的民主 我们系主席是全票当写的 我们国家里面的官员 根本就不腐败不贪污 我们都是全性权于为人民服务的 这就是乐宇成的讲话 他告诉全世界中国是最民主的 我曾经说过共产党哪一天把它自己的名字 改成叫中国民主党 不叫中国共产党都是可能 他会把民主的这个招牌高高举起 但他做的所有都是专制独裁的事情 这就是中共的逻辑嘛 也就是中共 他首先向全世界宣布他是最民主的 那么嘴巴掌在他身上 他就到处乱喊啊 他有没有民主的实际不重要 但是嘴巴上他一定要高喊着他的民主 他们的逻辑是什么 就像台积电一样 中共能够宣称台积电是台湾的 但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 所以说台积电就等于是中国的 因此中国的芯片水平 现在是排在全球排名前三的 中国是全球排名前三的芯片制造商 也就是外交部一句话 就解决了中国人的芯片问题嘛 你一直说中国大陆没有芯片 但是台湾是我们的嘛 台湾有台积电嘛 台积电是全球第三嘛 那么既然台积电属于台湾 台湾属于我们 那台积电就都属于我们 台积电全球第三 就是我们中国全球第三嘛 这就是共产党的逻辑 也就是共产党可以毫不要脸的 就把台湾的成果就算成是他的 人家台湾跟你差十万八千里 哪个台湾人能承认你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你共产党对人家台湾没有过一天的领导权 人家台湾和你中国 蔡英文已经说得很明白 两岸互不逆数 你是你我不是我们 也就是说人家跟你没有丝毫关系 你怎么有脸把人家的这个产品 把人家的这个技术 把人家的产业算成是你的呢 但是共产党就是这么不要脸啊 也就是全世界的华人呢 无论你加入到哪个国家 无论你这个家族在那个国家里面 已经绵延了多少代 无论你那个国家成为那个国家的公民 在那个国家里面休养生息多少年 他总是说所有的华人都是他的 全世界华人都是他的 现在不光是华人是他的 现在全世界连黑命贵都是他的 可以讲整个黑命贵的行动 就是共产党指导和指挥的嘛 为什么黑命贵行动在美国那么盛行啊 黑命贵在美国的盛行是美国的大的制造商 尤其是美国的奢侈品啊 美国的这些网络的科技巨头啊 也就是几乎美国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知名品牌 都是支持黑命贵的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都支持黑命贵呢 除了中共在背后做推手之外 重要的嘛 重要的是利益嘛 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啊 其实奢侈品制造商 他们为什么都是黑命贵的支持者 主要是什么 所有这些大商场这些奢侈品品牌 他们都是黑命贵经常盗抢 经常光顾的奢侈品的零售店 也就是他们店里面很多产品呢 是经常会被黑命贵打砸抢的 那么黑命贵既然打砸抢这些奢侈品店 你说你不支持黑命贵呢 黑命贵对你打对你抢对你砸烧就更厉害了 就不光抢你的东西还会把你的店烧掉 所以他们表面上就要支持黑命贵 那么支持黑命贵是不是就不哄抢了呢 你支持一把你不支持一把 所有的黑命贵也是继续进行哄抢的 那么继续哄抢不是有损失吗 有损失没关系啊 就干脆让你们来抢 甚至有的店里面弄一些假的样品的包 这些假的包都是中国拉过来的 让这些黑命贵去抢 因为黑命贵拿到这些奢侈品品牌呢 它是有销售渠道的 因为这种包他们也不要拎 他们也不要背的 他们是把它卖给华人的 那么华人有这个收账渠道 所以说呢 无论你这个包是正包假包 华人最终都会给你几百美元 然后把包买下来 那么黑人抢的包 一个包能够换个几百一千美元 就已经非常高兴了 所以有嚣张渠道以后呢 大量的黑命贵就会抢这些奢侈品店 而奢侈品店呢 它没有从中国呢 去采购一批假的包呢 放在柜台上面 也就是等着你来抢 那么真正购货的人呢 真正购货的人 他不会把假包卖给你的 真正购货的人 他给你登记好了以后 把你这个款式呢 他会把这个包通过快递呢 送到你家里面 也就是说真正的顾客 在店里面花钱买的包呢 那么作为奢侈品店 要保证他们自己的品牌形象 他不会把假包给你的 你即使是看着这个样品 是一个假包 这个样品他也不会卖给你 他放在他的柜台上面 等着黑命贵来抢 然后真的包呢 你只要看中同样的款式 这个真包呢 你付了钱以后 他会通过快递送到你家去 也就是他不欺骗顾客 但是他柜台上面放的包呢 很多都是假的 就等着黑命贵来抢嘛 那么黑命贵 只要一抢以后 奢侈品商店 就到保险公司去报 保险公司呢 基本上都给很多 大型的奢侈品商店 美国知名的这些商场呢 都办了保险 收了他们巨额的保费 如果他们被抢被盗以后呢 肯定呢要做出一些赔付的 那你觉得保险公司 不就亏了吗 我告诉你 让保险公司一点没亏 保险公司也积极支持 黑命贵去抢 保险公司 都是拥过黑命贵的 因为黑命贵去抢 最终保险公司 能赔出去保费的 是非常有限的 尤其是曾经被盗抢过的品牌 保险公司 在下一次续保的时候 你的保费 它是大大提高的 也就是 他可能是赔掉你这一单 他可能赔掉你今年这一单 就是你今年交的保费 可能他赔的 是远远高于你的保费 他可能赔掉这一单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开拓到大量的 保险公司的客户 也就是一旦被抢以后 其他那些没有办保险的人 就得办保险啊 不办保险被抢了怎么办 损失怎么办 大量的投保人员的增加 就给保险公司弥补了 他自己付出保险理赔的 这一部分的收入 同时什么 同时很多中小店家呢 舍不得保险的 舍不得保险的人 最终你如果被抢了 就活该了 那么中小公司 他如果也要办保险的话 那么显然保险公司 就受益了 这是一部分 那么还有一部分中小产业 他们办不起保险 也禁不起抢 最终就关门了 关门亚马逊就很高兴了吧 所有的网店就很高兴了吧 所以说这些电子商务的这些大亨们 像贝斗斯这种做电子销售的电商 他们就高兴了吧 所以说他们为什么支持黑命贵啊 黑命贵之所以呢 美国能受到这么多左派 尤其是大品牌的支持 实际上这个里面都有他们自己的利益 而这个利益他们没有损失 他们恨不得有人来帮助他们打炸抢 因为有了打炸抢烧的这个现象 他们就更好的可以跟国家申请补偿 跟保险公司实行理赔 同时呢他们还可以安抚黑命贵 你看我们支持你们的 原则上你别抢我们那些大的店 也就是说那么 黑命贵他在抢的时候 他也好算好他自己的账 他抢过来东西能不能换到钱 如果是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 他会选择哪些地方可以抢 因为950美元以下在加州不入行嘛 那你抢这个包这个包的标价就不能高于950美元嘛 高于950美元从法律上来讲就可以成熟你嘛 你在美国看到的大量的黑命贵洗尖那些奢侈品店 你不要认为奢侈品他们很倒霉 他们既然那么很倒霉要支持黑命贵嘛 他们支持黑命贵都有他们的道理的 所以说呢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共产党的背后支持的黑命贵 在美国全线的运用共产党渗透美国社会的能力 然后呢导致了美国黑命贵的盛行 那么黑命贵的盛行毫无疑问来讲 跟左派跟民主党大佬跟拜登呢 跟南西普洛西他们继续支持有绝对的关系 跟德国的默克尔跟法国的马克龙他们支持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你看到现在全球的领导人左话 左话的原因才是黑命贵能够兴盛的根源 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很多问题通过这方面来解释的 好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南京市委书记又出事了 南京市委书记叫张静华 这个张静华刚刚调任江苏省政协党组副书记才调过去十来天 他呢是11月21号上任的就在12月1号就被抓了 那么张静华之所以被抓很多人都觉得南京为什么老出事 可以讲这几年啊也就是所有主政南京的官员 他们呢接二连三连到监狱里面报到 前市长姬监业呢是以受贿罪呢抓起来判了15年 那么把姬监业送进监狱的是当时南京时任的市委书记叫杨卫泽 那么在姬监业被抓了以后杨卫泽很快也被抓了 那么杨卫泽最终也是以贪污受贿罪呢被判了12年半 在杨卫泽之后呢当时接替姬监业的那个市长叫廖瑞玲 廖瑞玲担任过江苏省副省长 那么后来呢廖瑞玲接替了南京市长以后 没有几年廖瑞玲也进了监狱廖瑞玲被判了10年半 这就是南京最近的几年来先后主政南京的 已经有几任市委书记市长都进了监狱 那么张静华是刚刚被抓的 那张静华被抓实际上并不是党国反腐的力度扩大 而是什么党国挑动了他 因为共产党反腐呢就是个假反腐 就是什么就是选择性反腐 也就是看中你张静华呢 现在你的上司你的同僚涉及到你的这个政治势力呢 很可能对习近平二十大连任的构成了威胁 那么就要把你张静华打击掉 当然了坊间都说张静华是因为高调支持他的情妇 南京广播电台的一个女主持人高调的在南京 以什么太后皇太后的成本在南京招摇过是跟这个女的有关 也就是坊间一直说南京一个号称南京皇太后的女主播 名字叫邓皇 邓皇呢是跟这个张静华呢有绝对的情妇关系 在南京官场是一个潜规者大家都知道的 也就是说邓皇他早就是这个市委书记张静华的情妇 在2017年时候 当时这个邓皇是主持着南京电台的一个节目 叫阳光请成她是女主持人 她本人就在那一年她过生日时候她花费了六百万 然后在南京新街口搞了一个灯光秀 那么很多座大楼上面同时打出祝邓皇生日快乐 这场灯光秀长达十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级别相当于副厅级的这个国资的精灵饭店的总经理亲自送上蛋糕 而且是动用了军用直升机全程的航拍 航拍完了以后全部发到个人的微博上 也就是在全国形成了影响很多大卫呢都帮助转发 那么这个邓皇究竟是个什么人怎么能成为太上皇 他在南京凭什么叫皇太后 那是因为市委书记给他称邀啊 所以说邓皇才可以高调在南京新街口繁华中心去高调的庆生啊 我是南京人 南京哪一个地方最繁华我还不清楚啊 新街口是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也就是相当于北京的国贸相当于上海的南京和淮海洛 在南京新街口这种最繁华的地段用十个小时的灯光秀 所有的大楼上面全部打出庆祝邓皇的这个生日快乐 你邓皇什么人啊 那正是因为什么 他的靠山就是南京市委书记 所以说因为有市委书记做靠山 因此这个女的就非常的张扬 在南京可以讲的是非常的高调 传说她的家族里面还有航空公司的股份 也就是她本人不仅仅是主持人 她背后还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靠山 而这个经济利益靠山不是因为她自己做情妇 做了市委书记的情妇 没有市委书记给她秤邀 她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在中国就是任何一个官员 当她自己有权力的时候 她一定会什么 会羽权模式 而这个羽权模式 除了贪腐之外 搞大量的钱财之外 她一定是会霸占女色的 那么这种霸占女色 有的都是自动送上去 像这个邓皇她很可能是给这个市委书记 自动送上去啊 那么你自动送上去 不代表党国不准备查处你 也就是党国留着你 党国哪天决定要打气了 那不就来了吗 现在这个张金华不就进去了吗 所以说南京是那么不太平 就是因为什么 南京这个重镇 他所有主政南京的官员 他们本人本身 他们的这些贪腐 是被习近平要打击的股势力 这股势力最近这几年就绵延不断 当然它涉及到南京过去的官员 尤其是李源潮 李源潮主政南京和主政江苏多年 然后李源潮又成为了习近平的对手 虽然习近平最终没有拿掉李源潮 但是李源潮一直是习近平的心头大患 所以说李源潮曾经提拔过的官员 都成为习近平要打击的对象 那么南京那么多人最终被打击 都跟李源潮这一脉是分不开的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